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金发妹暗恋的男神小帅也进了快餐点 于是替金发妹向男神表白 不过小帅却说金发妹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一气之下金发妹决定参加这个试胆直播 游戏也即将开始 第一个任务就是亲吻陌生人五秒 奖金100美元 于是金发妹带着备胎男来到餐厅 他决定去亲围着云寸头的男主水哥 也许是因为长得太帅了 金发妹毫不犹豫的就亲上了 没想到水哥也是个游戏玩家 两人同时接受到任务 让他们两个一起去纽约 金发妹虽然很犹豫 但还是把备胎男扔在一边走了 接着 他们接到了去试高党衣服的任务 结果他们的衣服被另一个玩直播的玩家拿走了 只能穿着内衣走出了商场 话说到这里 不得不称赞一下 水哥的身材真是完美 这胸肌真是让人互相连篇 走出了商场 没想到之前试过的衣服 被人买了下来送给了他们 他们也得到了相应的奖金 因此他们也活了 这边金发妹完成了文社内任务 游帮水哥完成了蒙眼骑车60公里的任务 而另一边 小百合发现金发妹的人气要超过自己 为了挽回粉丝 她准备挑战一个高难度任务 利用爬梯从空中走到对面的大楼 蹬着高跟鞋 还有些恐靠的小百合 自然没有挑战成功 还差点把面给没了 小百合因此失去了决赛资格 金发妹在水哥的意见下 去安慰任务失败的小百合 没想到 看见她和小帅 在床上坐着不可描述的事 金发妹一气之下 去挑战小百合没有完成的任务 并且顺利地完成 因为这次挑战 金发妹迅速上升为第一名 这时 贝太男过来告诉她一个消息 她其实被水哥利用了 水哥的任务就是让两人决裂 金发妹很生气 于是去报了警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还被当成背叛者 装进了集装箱 家人也因此受到了威胁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参加决赛 金发妹逃出了集装箱 水哥找到了她 解释说自己也是背叛者 她也是被逼无奈 才会这样 于是两人一起去参加了决赛 并顺利地来到了决赛 这次的任务 是相互击枪 没倒下的人获胜 这时 跳出来一个小混混 要和他们对决 谁先开枪 谁赢 但是 要不要开枪这个问题 由观众决定 人心还是恐怖的 大多数选择了开枪 小混混把枪对准了金发妹 金发妹也倒在了血泊中 这时 被叛男黑了这个直播 并给所有观众发了一条信息 这场谋杀案 你就是帮凶 人们开始陆陆续续 注销游戏账户 其实 金发妹没有死 原来小混混是自己人 只不过 饰演了一场戏 影片也到此结束 我很喜欢 这电影的构思 一开始平淡的生活 突然被些奇怪的事情搞乱 然后迫不得已 做着自己以前 不敢做的事 最后变成 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玩命直播 习惯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然后我先试试 你愿意